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植物的叶子 它们的精 它们的根 它们的花蜜 果实跟种子等等的 这就叫草食动物 有什么呢?比如说羊啊 大象 鹿 蜜蜂 这些都是草食动物 因为它们只吃植物 接下去我们看肉食动物 肉食动物就是它们只吃肉 比如说它们会吃其他动物的肉 或者是昆虫 也会吃动物的软 或者喝它们的血液 这些我们就叫肉食动物 比如说老虎它会吃别的动物 比如说鹿 它们会去捕猎 再来蜘蛛 蜘蛛可能它们只吃一些死掉的昆虫 还有蜘蛛 蜘蛛它们也是捕捉昆虫的 所以呢 这些就叫肉食动物 再来最后一个我们看的是杂食动物 杂食动物说就是它们会吃肉 它们会吃植物 也会吃动物 它们吃植物 也吃动物 比如说猴子 猴子你有看它们吃香蕉 香蕉就是植物 它们也会吃一些小小的昆虫类 所以昆虫就是动物 所以它们是杂食 只吃植物 也吃动物 再来是鸡 鸡呢 你会看它们吃一些蛊类啊 叶子啊 但是它们也吃蚯蚓 所以它们就是杂食动物 因为有吃植物 也是吃其他的动物 对呀 你学会了那三个关键词语吗 第一 草食动物 第二 肉食动物 第三 杂食动物 好 那在我们结束之前 我们来先看一看 有什么是草食动物 肉食动物 还有杂食动物 那刚才雨昕说了草食动物 吃植物的 比如说藏颈鹿 吃树叶 大象 吃草 或者是水果 接下来我们来看肉食动物 肉食动物 只吃动物 比如说狮子 狮子 吃斑马 或者是其他的动物 接下来我们来看老虎 老虎也是肉食动物 因为它以吃其他的动物为生 老虎也有吃羊等等的 那接着我们来看杂食动物 杂食动物呢 吃植物 还有动物 比如说熊 熊吃鱼 鱼是动物 那它也有吃植物 比如说水果 鸡 鸡也是杂食动物 因为它有吃植物 比如说它吃的植物是玉米 或者是骨粮等 那鸡也有吃虫 虫是动物 所以鸡是杂食动物 猜一猜这个动物 这个豹它是吃什么的 它是只吃动物的 所以我们就称它为肉食动物 它的进食习性是肉食动物 再来我们看一下猫 猫我们想一想 它有吃鱼 也有吃其他的食物 包括植物对不对 所以它是吃动物和植物 所以我们就叫它杂食动物 最后来看一看这个山羊 山羊呢 它是只吃植物的 所以它就是草食动物 那我们来重温一下 今天的动物的进食习性 草食动物 只吃植物 比如说藏颈鹿和大象 第二 肉食动物 只吃动物 比如说 狮子 老虎 第三 杂食动物 吃植物和动物 比如说 熊和鸡 那今天我们的课就到此 谢谢同学们 谢谢同学们 请不吝点赞